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講講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深水埗那裡 對不起,不是深水埗 可以說是石劫尾那裡 還沒講那個反對銅鑼運動會 稍後再講反對銅鑼運動會 現在就講了大坑西村重建的事 他們重建,有沒有問題? 現在有些媒體出來說 說他們大坑西的人去請願 政府也不理會他們 這個當然政府也有困難的 我不會完全說政府做得不對 我一定要先講清楚 政府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好一點? 我認為政府有些事情其實是可以做好一點 但是這個情況就不是那麼容易做 你深水埗石劫尾那裡大坑西 現在就是... 那些人看起來就好像... 又是發展和原居民住在那裡的拉脚 那他們的請願是什麼呢? 他... 2021年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有請願了 其實就是... 他反對什麼呢?就是... 先簽出後回簽這個... 簽字安排 還有呢?就是要求政府協助安置的 但是當時政府其實也做不到什麼 因為這個大坑西村 又不是真正的公屋來的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它不是真正的公屋? 其實就是這樣 1952年的時候 這個石劫尾木屋區就大火 就燒了... 就是... 很多在現在大坑西村這個位的木屋 那麼... 政府就... 在原子那裡... 就搞了一個曬字區 就安置災民 那麼之後... 那個曬字區呢... 就拆了的 那個曬字區拆了之後呢... 政府就用一個特惠地價 批出一塊地 給香港平民屋羽有限公司 他叫平民屋羽 就建造這個大坑西村 那麼這個大坑西村就安置清拆曬字區受影響的租戶 那麼地契就寫了的了 最少要提供1600個單位 廉價就租給低收入人士 那麼... 那麼... 1965年... 蓋好了 那麼... 有些人當然是進去住了 有八座樓的... 其實就... 他就在深水埗近石劍尾那裡 這些叫做... 私營... 廉租屋 那麼... 有八座樓的居民 還有其他貧富大眾的 他是一個私人屋邨來的 政府就當他是一個私人屋邨 因為他不是... 防委會搞的嘛 那麼他是... 不是這個公共屋邨啦 那麼... 那麼... 問題就是... 就要重建這個大坑西村 那麼... 去到2021年的時候 市區重建局就有份一起去搞 那麼就跟平民屋宇 搞這個大坑西新村重建的項目 提出來的重建方案 2021年12月 承規會是通過的 那麼平民屋宇 他就... 跟那些受影響的居民說 你先簽出後回簽啦 這個簽字安排啦 但是其實... 沒有清楚告訴大家 如何安置居民 但是這個月的六月頭 就... 有突然的發展 突然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他公佈了那個簽字方案 市面上也是很少人理會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實際影響就只有... 大坑西村那部分的人 那麼... 他這個簽字方案就是... 規定了的了 這個大坑西村的居民 就2024年3月前 就要遷出大坑西村 那麼... 住戶一定要... 8月2日以前接受方案 否則就會被視為 自動放棄安置 自動放棄安置就是黑戶 黑戶的話 就更糟糕 就在今年的12月之前 就要交回單位 所以... 現在... 他... 這麼快去做 其實... 當然是有問題的 當然是有問題的 但是... 那些人出來說 就說... 現在沒事的 現在沒事的 現在沒有問題 因為呢... 他們是合情合理的 這個平民屋宇做的事情 那麼究竟是不是合情合理呢? 讓大家聽聽一下 喏 那個情況呢... 其實大坑西村那裡的人 都是基層的 有很多是老人家來的 那老人家沒有得住 那麼... 問題就是... 他們... 這個平民屋宇的簽字方案 只是拿錢給別人的 他就沒有提供... 居所安置居民的 他也提供不到 其實他們... 都是難做的 他們都沒有辦法 而且政府也沒有幫忙 說會用... 公屋或者簡約公屋去安置居民 沒有的 是沒有說這些事情 喏 其實... 這些事情呢... 我覺得... 其實是可以特事特辦的 尤其是現在是搞那些... 簡約公屋嘛 你... 會搞簡約公屋 簡約公屋根本就是要人... 遷走的 那你說... 哦... 那2024年3月還沒搞得到 那可不可以大家遷就一下那個時間 可不可以遷就一下那個時間 即是你簡約公屋 現在反正都有一些在市區搞的 你就再建更多一些 是不是 反正你也是搞的 對不對 反正都是搞簡約公屋的 你... 做這個方案 其實是否可以呢 其實... 但是現在的官員當然覺得... 看到這件事都不關我的事 喂... 因為大坑西村... 不是防委會的嘛 不是政府公共屋村來的嘛 是私人屋村來的嘛 那關我什麼事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 他們是基層的市民來的 大坑西村的人 大部分都是基層市民 大部分是老人家來的 那現在就是... 怎麼賠呢 他們的做法是一筆過的 租金津貼 一人家庭就五十四萬 那相等於每個月 就津貼九千元 那麼就在五年的重建期間 在外面租屋 那麼... 其實居民組織就出了聲 因為很多業主都不願意租屋給老人家 那麼... 這是事實來的 他們不想租給別人的 那麼他們是很難找到居所的 那麼... 還有就是... 大坑西村很多人都是食中援的 以及... 長者生活津貼的 那麼... 那個實際問題就是... 你賠五十四萬給他 結果他有資產 那麼就糟糕了 為什麼這些是實際的問題 你... 政府不去幫忙呢 就解決不了 他有資產 結果... 長者生活津貼沒有了 其實中援也沒有了 還有... 他們現在說 五年之後 新屋邨建好之後 也沒有確認到一件事情 就是居民一定是可以在新屋邨 2029年的時候可以回遷的 那麼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只是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 居民到時候只是通過資產審查 才可以入住 但是沒有定出準則的 其實現在就是... 他遷出之後是有可能 沒有辦法搬回去重建之後的單位 那麼他們就可能會永久沒有了居所 其實就... 其實政府現在是不肯介入的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政府不肯介入了 其實... 他們有代表大坑西村居民權益 他們有關注組的 那麼平民屋羽有沒有嚴格執行 成規會會議的要求呢? 他們就說沒有 因為他們的要求就是 啟動大坑西村重建之前 必須要做到居民的妥善安置 或者是滿意安置 那麼... 你先妥善安置居民去公屋 然後就重建 但是... 政府現在是拒絕介入的 喏... 這個... 不是跟上屆政府有關的事情 這個一定要說是這屆政府做的 那你說... 2021年為什麼... 2021年上屆政府開空頭支票 結果又要這屆政府去幫忙嗎? 其實不是 早就已經說了 2021年成規會已經說了 是確認了 房屋局會監督 以及確保啟動大坑西村的重建 必須 首先做到妥善安置居民的指引 喏 你說你很有偏頗性啊 你說的不得持平 我一定會持平說回政府怎麼說 但是... 有些事情你看到 就是... 真的是交功課形式去做事的 現在有些人是 我不說哪些人 現在你看到有人是... 純粹是... 就是... 交功課形式去做事 喏 小南說不用資產審查可以上樓三角 那不是 他說要資產審查 但是問題就是 他沒有說低資產審查 是... 那個準則是什麼 他沒有定出準則 最主要的問題是 如果他定出了準則 現在大家知道的 那麼大家知道準則是公道一點 現在他連準則都沒有 一定要說清楚 喏 那麼... 這個平民谷雨 那裡 他當然是私人機構 但是... 那塊地其實是政府是持份者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便宜地出來 而且... 這個是港英流下來的蘇州K 他... 港英這樣做有沒有行不行 其實他這樣做是可以的 但是你之後還是要負責的了 就是... 你政府結果... 完全不理是不行的 你說這個不關政府的事 那當然是不妥了 其實...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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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開始 其實大坑西村他們的人 是... 經常都寫信請願有行的了 那麼... 其實... 他們也向這個房屋局是申訴過的 就是... 要求房屋局可以安排居民入住公屋 確保居民得到妥是安置後才... 開展重建計劃 現在他們就說政府一直都沒有施予援手 但是問題就是... 承規會在2021年才決定了 那麼... 房屋局就會負責監督 那麼你這條數就應該由2021年開始計 我很持平的 2021年開始有決定了 那麼... 其實大家就按照那個決定執行下去 如果2021年... 譬如... 我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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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這個... 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 有跟政府交涉... 政府都不幫你的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 2021年開始 就是政府不適合 那麼...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呢 在5月4日回覆居民的信那裡 就寫了什麼呢? 就是就來信提及遷至公共租住房屋 豁湖公屋的意見 正如我們在2022年9月28日和11月22日的信函中提到 平民屋宇是大坑西村的成租人 因此他們有責任以自身資源 妥善安置現有租戶 政府和香港房屋委員會 不適宜動用其公共房屋資源 安置有關居民 他... 在信中建議了什麼呢? 何永賢 居民自行... 輪候公屋 哈哈哈... 你自己可以輪 但是呢... 因為你有... 這個... 就是... 大坑西村... 的... 住所呢... 你又不可以輪公屋的 這個實際情況就是... 哈哈哈... 這個... 我就說... 為什麼我在這裡笑呢? 因為這些仍然說笑 准管者是虎笑而已 哈哈哈... 那麼... 極端啪啪啪燒烤完就說 政府幫商家佬而已 為什麼幫低下階層呢? 那麼... 現在的情況就不是不幫得低下階層 那麼現在... 就是房屋局局長 那麼... 當然他有話要說 現在的情況就是... 當然不是他寫的 他有另外一個人幫他寫一封信 但是他... 都是... 他是... 他拿帥的了 就是房屋局局長拿帥的 那麼... 情況就是... 政府應不應該介入 政府是要監督和確保 一定要做到 妥善安置居民這個指引 那什麼叫妥善? 現在的爭議點就是... 政府... 和... 居民當然是... 對妥善安置 當然是... 大家有不同的觀點 那麼... 你自己申請公屋都是妥善的 就是在政府的角度來講 那麼大家公眾就可以看看 這樣算不算妥善呢? 那麼... 我認為這個真的不是很妥善 那麼... 那麼... 汪龍就說 我也想有得在大坑西住50年 這樣子 那麼... 現在... 有些老人家那些你是要幫的 有些沒有錢那些 真的沒有錢那些人你是真的要幫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麼... 那麼... 不是說所有人都是... 值得幫的 我一定要說 有些事情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幫的 但是... 有些... 老人家他本身是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 你一人家庭 你一人家庭 你強硬一夜 一人家庭 你... 他結果呢 就... 沒有辦法 拿這些長者生活津貼 沒有辦法拿綜援 那麼... 這些是一定要政府幫忙 才可以... 處理到這個問題 如果政府完全不幫忙 根本是肯定處理不到 又是膠著的一個狀態 啊 喏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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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加二就是說又賠錢又不是prov... 又有多悲慘的 那麼... 喏 實際情況呢 就是... 你那樣賠了錢給警察 他們結果是沒辦法生活的 因為有些人是一塊錢也沒有的 為什麼老人家一塊錢也沒有呢? 這個世界就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在平民屋宇的角度 當然是覺得沒問題 為什麼平民屋宇覺得沒問題呢? 因為我賠了錢 我是合情合理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要看看 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當然是有不同的結論 事實就是 我認為大家應該坐在這裏 用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要全聽 大坑西村的居民說 不是要全聽他們的 關注組的人說 而是想一個方案 因為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平民屋宇 他已經肯拿錢出來 他只不過 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的辦法去安排其他地方給別人住 而已 好了 如果你能夠 用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不給錢 政府有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所謂的地方 你限制就先給他建一些簡約的地方 有簡約的地方 簡約五年 那五年之後 就給別人簽回去 建好那裏 你有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 如果沒有辦法 那就一定要政府幫忙 因為政府有搞簡約公屋 那些事情 你反正都是簡約的 你簡約的那些人 那你就一定 其實最好就是 為什麼說要 簡約公屋都要搞這些人在裏面呢 因為他們這些就會回遷回去 根據平民公司的方案 這個平民屋宇 它說了你會回遷回去 那你就是 可以確保到一件事 就是簡約公屋裡面 就有些人 一定會搬走的 你如果做到這件事的話 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對不對 那輝日人裡面的共同體 也說得對 反正 簡約公屋都是五年而已 那 汪勞就說 其實可不可以 分開其數這樣建 逐棟簽和拆 將受影響的人數 減到最小 其實就 不太行的 因為你 逐棟簽、逐棟拆 你建築的成本 又會大增的 因為你又要想辦法 去不影響 居民 又要想辦法 確保 他們幾棟很殘的房子的安全 這個是有難度的 那 你說 那些老人家 會不會一收了 五十四萬就賭輸了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那 孫勞媽就說 就算搬到公屋 現在的政策 公屋兩年一檢 有私樓 和超資者 就要雙倍租金 和搬出 那 他們的情況 當然有不同 那 那 ECK就說 幫不了 KPI 就不介入 那我不知道 其實他們 當然是有困難 其實 現在也沒有確保一件事 即是沒有承諾 就是 他的新屋村 在二零二九年 蓋回的時候 就可以回遷 他沒有確保這件事 他只是寫了 要通過資產審查 才可以入住 沒有準則 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只是過了資產審查 那資產的標準 你寫得清清楚了 是什麼 我覺得 那些人 其實已經 你這樣確認了他們 可以回遷 承諾了可以讓他們 遷返回去 其實問題 就解決了一大部分 現在是 就是 現在為什麼說 搞來搞去都搞不到 就是 那五十四萬 拿錢出來 反而就影響到他們 那個生計 那些老人家 現在是退休的老人家 其實是大坑西那裡的人 那 那 那 Camp Seng Lo說 大坑西那個發展商 其實是在做一些 有利民間福利的事 但是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 這樣搞也是會拖遲很多 就是政府不介入 任由他們搞 你強硬一定要接受 什麼什麼什麼 那 那 就是你給了五十四萬 他 那 剛才嘉嘉義說了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那 問題就是 他說 立刻輸了那五十四萬 那怎麼辦 那他是可以輸了那五十四萬 但是 你是不是完全可以不理他呢 你又不是可以完全不理他 喏 那 那 我也要說 就是 喏 喏 Judy Kroc就說 其實哪有一個公屋可以安置所有大坑西村的居民 是不可能的 分散他們又不肯 喏 其實分散他們又不是說不肯的 其實那個情況是 有些人都算是要分散的 現在 那些人都算是要分散的 現在 那個盤子就開了出來 就是 平民屋羽肯定肯拿錢出來 那 那 如果你 拿錢在外面租的話 你 一人家庭是五十四萬 就是 每個月就有九千 那 那 你 那 現在 那些人怕一件事就變成有資產 有資產的話 就拿不到政府的綜援 那些 又拿不到長者生活津貼 那 好了 那這件事可不可以 政府可以幫忙 就是 如果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那五十四萬就不算 那五十四萬就不算 或者 有沒有辦法 可以 第二 你的這間 這個平民屋羽 因為五年 你索性幫別人租賣 你反正都能出租金津貼 這些又沒得談 你走多一步 可能是要 就是 管理方面 是要花錢的 是要花多些錢的 但是 有沒有辦法可以 令到那些人 是少一點影響呢 再做多一點 現在 政府的態度 當然 我覺得 也無可口非 但是 就是 你完全不碰 這樣也不算公道 我覺得 喏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會分散的 這個 分散的 我認為大家都是 接受了這件事情 但是 有沒有辦法 做多幾步 Persy Wong說 沒有可能 那 但是 就是 Wong說 最怕老人家收了錢 又有 前區議員 打電話找老人家 騙錢給保釋金 這些是騙局 這些是騙局 這些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 從正當的途徑去說 為這些 就是 有可能會被人騙了 那些 是有可能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我只能夠說這些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了 現在 當然有人批評 就說 政府 他沒有做對 這樣 那麼 現在 政府做不做 都是 我覺得 都是有人說他做得好 有人說他做得不好 那麼 政府會不會 不理會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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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說清楚 就是 現在有些人說 要換公屋 其實本身是很難實現的 這一點 但是有沒有辦法可以 就是 你們現在都搞這麼多 簡約的那些 優化一下 再優化一下 你們的簡約方案 就 多放一些人下去 你也沒辦法了 你現在都鐵定了 搞一件事 你把多些人 撿回去 簡約的方案 那裡 都是五年而已 那麼 年期的數字是有監數的 你就被人回去 其實就 那麼 那麼 Kokimi 就說他覺得 不會幫他們保留 綜援那些東西 那麼 如果不保留的話 其實也是 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問題 的 那麼 強姓就說 大坑西的個人居住面積其實很大 在同區找不到這麼大的地方給他們 這個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我只能夠說這個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就是 現在他們都 說一屋換公屋 其實換小一點 我覺得他們都會接受 如果他們出來說 我不接受 一定要同一個面積 那麼 他們就是貪得無厭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他們 就是 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給他們一個公屋 或者簡約的 簡約公屋 然後呢 之後呢 就不賠錢 那個錢 就變成 由賠給他 就變成賠到政府那裡 這樣就適合的 我的看法 那麼 Wincent 拜祿拉就說 每個人都聰明過鬼 早就想好了 怎麼走法輪娜 拿著數 那麼很多人都會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是有些人是拿著數的 但是 是懲罰老實人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 是沒有辦法的 不過說到這裡 可能你說 聽了這麼久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麼 那個情況呢 就是 我也說了 其實 平民屋宇 和 政府 其實都是 我認為他們都要做多一點 我的看法 就是做多一點 你盡量處理了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有些人說 直接說到 你不跟習主席的意思去做 這樣說 我也覺得 對這屆政府來說 就是說 你說是否真的 完全沒有跟習主席的意思去做 我就認為不是 就是 有些事情是要拿一個平衡的 而已 現在 當然 他們那些 大坑西村的人去 示威 去遊行 之前 我看到新聞 早幾天他們去過遊行 下大雨都去遊行 去請願 就是 星期六的時候 去請願 早幾天 那麼 有人幫他們 但是 他們也是搞不定 他們也是搞不定 就是 因為政府的官員是不理他們的 也是回到這個問題 那裡 就是為什麼說 要說 工聯會 就是陸仲雄那些 就是政府也不理他們 其實 現在就是回到這個問題那裡 政府有些事情真的不理 其實就 好了 極端屁屁屁 蕭丸就說 有些人借習主席過橋 有些人是 現在借習主席的事情 去罵特區政府 那我也還沒做這件事情 我也要說 總之你說我是不是很極端 有人說我什麼黃毓民上身 極端 這些是切頭切尾的污衊 抹黑和污衊 是很離譜 喏 Carol Fung 和Maric Wong 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喏 那麼 燒米餅 他就說 那些人計算得很聰明 幫他租5年 但是5年後 沒得幫 那怎麼辦 他們一定要計算到 政府是生養死狀 那我也公道一點說 又不完全是 那有些真的是大坑西 有部份人真的是基層的 我不是說全部都是 那如果真的是基層那些人 那你們是否應該幫他呢 我認為也是應該幫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那 汪奴就說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發展商用 120萬 幫買位入住房協的 長者安樂居 那就立即有屋住 但是呢 要他放棄 然後蓋好就回去住 那其實有其他方法去做的 就是你 妥善安置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它 那你處理了社會 就會比較和諧 我的看法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你說有這些問題 當然是有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 嘍 詐騙短訊 那麼 榮空咧就說 這些是要小心的 但是每一次提醒大家 那些騙徒出沒主義 沒有人聽的 沒有人想聽的 那麼 沒有人想聽我們又 就是很難 你叫我堅持 長期說 我真的很難 哈哈 很坦白和大家說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我們還是很快 就先做好 但是我們還是很快 這個話題 要是吃到 就算心一會 好 那是 OK 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